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情况和之前是差不多的 当然也少见一些中港台人士 只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游客多了很多 当然多人或少人不是靠口说 你看到这些花就知道 一人一寸花应该有一人四寸花 拜完之后人走了 但花依然留在这里 当然久不久也有工作人员清花走 但起码暂时来说 都算是多花 甚至乎有线上用工作人员送上的莲花水 帮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法事 希望洗走一些碎云 不敢说 8月12日泰国寶七次 今天特地来到曼谷这里拜神 拜完神之際 顺便更新的情况给大家看 很久没来过这里 再次来到有什么不同 首先第一 入场的位置 以往也有个体温探测机 让大家用一下 现在直接拿走了 不需要去测体温 第二 多了很多游客 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游客 甚至我看到应该有马来西亚的团 一团团来拜神 好事 但反过来有一种人少见了 就是拜仁 帮人拜神的人 为之拜仁 可能一众的朋友 便可以自己来拜神 所以需要拜仁帮手的情况 便少了 没什么生意 便在家里休息 便少了出动 而另外 也看到今天 用来拜神的花有点不同 用了蓝色 为什麽呢? 因为今天是泰国母亲子 即是泰国九世王的太太生日 因为皇太后的代表蓝色 是蓝色 所以今天 都会见到泰国人 穿蓝色衣出街 我也特意入香港 穿蓝色衣服 而拜神的花 亦都有蓝色 镜头一转 我们去了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这几个泰国母亲子 亦都是长假 对于泰国人来说 长假母亲子 最好是做什麽呢? 去拜神 和做善事 所以会见到 宜德善堂 派了长龙做善事 真是夸张 一个二个排细队 好像是银行提款 但其实是去捐钱 眼见还有些朋友 一捐捐很多很多 为什麽 阿如是帮其他朋友捐 一捐钱 其实我今次来也有个任务 帮我一个好朋友捐钱之余 自己也捐一份 捐延钱 我当然顺便要去拜神 拜神就在旁边 刚才在四面神那里 我许过愿 现在在这里再许愿 许什么愿呢? 关于我自己 当然不是 是关于全世界 世界好自己才会好 自己好哪有用 希望全世界尽快回复正常 个个都身体健康 这样就个个都好 还有一件事 大家 来以德善堂捐棺材 是可以帮到一些死难者 但其实还有很多 有生命的人需要我们帮助 有机会的话 都可以捐钱给外面的朋友 做完善事之后 一个人都精神点开心点 有没有要更新呢? 也有的 一如以往 二德善堂以后 由早到晚 都人头勇勇过 勇若捐书 每个都走来施观 施观 施观之際 都总会去拜神 旁边就可以拜神 有多位神明可以给你拜 以往香火鼎盛 每个都在插香燒香 之后 因为环保的关系 已经不允许燒香 这些香可以用来插 插了当是燒了 现在来说 不用插香 不切插香 反而可以在门口 买一些蠟燭 一对很小的蠟燭 红色和黄色 50匹一对 在每个神像之前 许愿拜神 再放在大堂中心 就可以了 那会不会又叫不环保 我觉得比以前 萧香来说 已经成功跨进了大步 至于其他事情 都是入香随俗 泰国人怎样做 接着怎样做 都是佛拜神 始终有些蠟燭会好些 这是纯粹个人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是否刑狂 怎样都好 若然大家住在这里 或者有机会 都记得来这里 施观做一下善事 刚才说过 8月12日正是泰国母亲节的好日子 所以有不少地方 都有些装饰、布置、甚至活动 像这个商场外面 就有这么漂亮的布置 还有花 是真花 不是假花 花不少钱去布置 而现场 更有学生歌 憑歌记忆唱歌 给妈妈听 对呀 孝顺妈妈真是很重要的 而据我了解 在这一天的下午和晚上 都很特别多泰国人 出街吃饭 一些高级食库 直接爆了 加因很多人 都会带妈妈出街吃一餐好的 所以你见到 周围的食肆 都站满人 坐满人 甚至在地方 还会推出这些蛋糕 来给妈妈吃 记住 泰国人的母亲节 不是跟国际的 是根据 泰国九世王的太太 生日而定是母亲节的 所以你会见到 在这一天 很多人都会和母亲一起吃饭 拍照 总而言之 希望能够令母亲开开心心 这个就是泰国的母亲节